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不可思议 这跟我们听说的 这个中共直接去 迫害维权律师 有什么两样吗 对方如果要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就叫浪产的 会产生一个寒蝉效应 你是因为帮彭P 来对抗蔡英文的烂告 所以你既然跟蔡总统作对 那么你们这些家伙就该死 我就叫浪产生寒蝉效应 就会被人家有这种思考 了解吗 或许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在这里 今天早上 接近中午的时候 张静律师被台东县的警察局 拿这个检察官的搜索票 直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 还有他女朋友的公司 两边进行搜索 那这件事情呢 在台北的律师界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跟我们听说的这个中共 直接去迫害维权律师 有什么两样吗 因为好了 我现在实在不是很清楚案情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泄漏 什么叫做妨害秘密 蔡同学的论文是秘密吗 我不知道跟这个事情有没有关 好像听说是有没有其他事情 另外一个是个人资料保护法 好了 这种算妨害秘密 个人资料保护法 你又不是设什么军机 什么军事机密 可以需要这样子大动作的 像补这个枪击药犯这样子 把张静律师给带回吗 在警局做完笔录之后 有必要再有检察官复训吗 有必要收押吗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但是不会这样就算了 不会说一个国家被一个 你知道像这样的蔡始皇 这样子恶搞 事情就会算了 不会算的 绝对不会算的 尤其我们在海外的同学们 可以不用哲于蔡同学的淫威 我们在台外 台外已经串联 我们会去做大规模的抗议 因为这样的行为 跟我们嘲笑的这个共产党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好那接下来呢 我想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法律的部分 我们来连线另外一位 台湾最勇敢的这个律师 还没被还没被搜索逮捕的 李正华律师 李律师 你在线上吗 有 好的来 你第一手 你是听到我打电话给你讲这件事情 你才知道对不对 我忘记了 我们群组了 我的司法改革群组 那有人贴出来 真的 就是说台湾的台北的律师 已经就是全国的律师 已经有人得到消息了 OK 有人贴出那个联合报的那个 那个最快应该是联合报的报告 OK好 那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你的你得到的内容是什么 先分两部分来讲 一个部分 就是关于案子嘛 你案子要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去搜索 这样的问题嘛 那第二层次之说 张律师现在的 他的身份是个律师 然后他现在的地位状况 他现在是 是你 是你跟我 就是我们在对抗蔡英文 就是用司法追杀 你们这样的一个 辩护律师的立场 从这两个角度可以去看 但是这又是不同的看 就是分解问题的看法 的方法 那我基本上来讲就是说 如果说要救张律师 现在这个具体案件 为什么会被搜索来讲 那因为案情部分 目前张律师还在侦查当中 他在这个 他从这个警察局 做完毕竹之后 又现在又转送到 那个地检署 到目前都没有 在接到接电话 那表示说 他还在做毕竹 或是在证讯当中 应该在 或者收押了 还没有出来 或者是说 他就像他说的 如果说地检署要求 他要一定要非交保 不可 那他会拒保 他认为说 以他这种罪名 跟他的这个设案程度 他不可能 有需要交保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有可能会因此 不愿意交保 或只要轻轻 他因此有可能会被 就会被留置在里面 但是我 所以我现在从这个 从如何谈案情来讲 但是呢 我目前所知道的案情是说 他有投资一间 这个美法美容 美法美容含号 他这个美法美容含号呢 是由他的这个好朋友 一个女性的好朋友 在做这个店的经营 就是店长 那他本身是这个店的负责人 张于斯本身是店的负责人 就是这个美法美容店的负责人 张于斯 然后呢 这个店长呢 就是在执行业务 然后呢 就跟这个有一个客户来 这个消费 来美法美容 那 反正的这个 之后呢 就告这个店长 就是把他美法美容 这个店长就告他是伤害罪 目前的案子大概就这样子 那告他伤害罪之后呢 那当然张律师就 就义务就帮这个 这个他这个以他为店名的这个店长 帮他辩护 因为他是他 他请的店员嘛 店长嘛 也是好朋友嘛 所以他就帮他辩护 那帮他辩护之后呢 他就想说 证明这个清白很简单嘛 把录影带 监视运带调出来就好了 店里面刚好有监视运带 把他调出来看 他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打他骂他 对不对 伤害他嘛 这个就是证据就很清楚了嘛 大概是这种情形下 那 因为这个录影带提 这个监视运器提出去 而导致于 这个目前这个案子 产生这样的案子出来 那有可能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 告他的电源这个对方 告他这个电源伤害嘛 那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的 这个监视运器的提供 提供到这个 这个告方也是这个消费者 跟他电影之间 在店里面所互动的事情 的内容产生了状况 产生了隐私状况 不需要被他知道的 那因为张律师把这个东西 到政务局出来 给检察官参考 从这个角度看 我无法理解 就是说 因为侦察中是秘密的嘛 那辩护的律师为了当事人 把他跟他的对照当事人之间 互动了这个影像 拿出来证明说 他们两个互动过程里面 没有伤害 没有打架的问题啊 作为这样的证据拿出来 做证明的话 这样怎么会有 泄密这个问题 那如果这样 我们全台湾的律师 通通每一个都要泄密的 每一个受当事人 委托的律师 当然要跟你的当事人 问清楚嘛 事实状况如何 证据能够搜索出来 然后把证据提出来 证明他的清白不是吗 证明他没有责任啊 那如果因为这样子 我们把证据拿出来 就会卡到说 妨害这个对方的秘密 就是妨害告犯的秘密 或是妨害这个 这个就是说 怎么样的情形 这个是无法理解的事情 这个事情本体来讲 那好吧 众使有这样的事情 有必要搜索吗 这个跟共产党 有什么两样 是不是 欲加是罪和汉无耻 这完全莫名其妙的 完全无法理解 就是说你众使 这样有这个问题 那你就用这个证据来确认 这个东西是不是 你拿出来的啊 对 然后你这内容 里面有什么内容 随到谎害人家秘密啊 那你要不要认罪啊 就这样子 就其实就这个 市政的调查就可以了 有必要去搜索吗 那你搜索 我们看这个苹果电 苹果新闻报导 苹果新闻报导 他有提到说 这个搜索过程 还把他那个电脑 电脑跟那个监视器 都已经带走 那就很奇怪了 你如果是这样子 为什么需要把他的 办公室的电脑带走 对不对 那就让他怀疑说 你是不是想要借这个机会 去看别的东西 无法理解 对啊 刚刚也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案子 目前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案子 这个是案有的部分 就是像谎害秘密罪 那谎害秘密罪 大概就是说 因为他的客户 他的客户 也就是他见他的电影 这个好朋友 在执行业务的时候 跟这个消费者 被这个消费者事后提告 说伤害罪 或者是 或者是消费结婚好不好 或者说我跟你服务卖你产品 我跟你服务卖你这个产品 因为美罗码店会有一些产品 那我卖你 我跟你服务 跟你洗衣服 帮你做按摩 然后卖你产品 因此产生消费纠纷 这个是民事纠葛 那如果对方很勉强告了伤害罪 那我当然证明说 伤害罪 看完笑 在店里面 你头发会理到伤害罪 那就调到监视论区来看吧 这很正常的 伤害了头发吧 你头发是不是伤害罪 对啊 因为简短了头发 对啊 从这个张律师已经 在群聚里面贴出来 给我们的讯息 就很清楚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是认为了 这太好笑了 这个 这个就是说 完全无法用法律人 法律规定 或者是逻辑的角度去解释 这个已经是无法解释的 所以就变成这个案子 变成另外一个城市问题 来自思考了 就会让人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真的 真的对方 如果要这样做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你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会产生一个寒蝉效应 就是说 你是因为帮彭P 来对抗蔡英文的烂告 所以呢 你既然跟这个蔡总统作对 那么你们这些家伙就该死 我记得让你产生这个寒蝉效应 就会被人家有这种思考 了解吗 或许是我们主要的目的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